锦岸厢人口逐年增加 目前有8万多人在这里居住 而锦岸火车站的运能 每年是增加许多 很多人来这里上下车 先议员林云复就建议 华临县政府要重视地方发展 规划后火车站的开发 促进地方未来愿景 楼中站约有7万多人 楼中火车站却有前站和后站 以及转运站 由于交通的监制 带动了地方的产业 先议员林云复在6号的 现站总职群当中认为 锦岸厢人口逐年增加 今年约有8万人 锦岸火车站运能量也逐年增加 希望县府能够规划 锦岸火车站的开发 来带动地方的各项产业 原副这次定期会的议题 咨询是针对锦岸火车站 营运的提升 跟周遭土地发展的方向 来做咨询 那我们锦岸厢人口 8万3千多人 那整个10年内的锦岸火车站的 营运量逐年代提升 可是服务品质没有提升 那纵观周遭的一些交通地理环境 发现吉安火车站后方的土地 限制住了吉安的发展 吉安火车站它没有后站 它有后门 但没有路可以进去 吉安火车站没有后站 罗东镇7万1千多人口 他们有后站 他们有客运 有公车 国道客运 免费接驳巴士 吉安火车站竟然没有 吉安火车站的腹地 比花莲火车站还大 因为吉安车站作为花莲火车站的调度 调度站 所以它的腹地够大 吉安香火车站 未来绝对有机会成为花莲的起始站 发起站 只要解决它后方交通的问题 后方这块农地 后站这条路 它是人里存 它没有路名 它连路名都没有 你叫它怎么发展 那也希望 原副这次的质询 能够更清楚 看到花莲火车站的发展的瓶颈 也希望我们建设处 民俗长县长 能够好好来看待吉安火车站 后方这块三角的土地 的发展 到底要四地重化 四地重化的方式 来规划 这个交通便捷的道路 那也配合未来铁路高架 配合吉安夜宴厂多功能的使用 这整个整体的配合 才能够整体开发 吉安大发展 现任林区表示 大吉安地区人口也因为苏果凯通车之后 来这里买地区住人也逐年增加了 吉安火车站的运人也相当的吃紧 希望幸福能够向地围城勤 中央争取来解决地方的未来发展 吉利宮你的话知不知道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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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